100个苏州冷知识历史人文篇 不过苏州在明清两代出了很多庄严 近视都是范大人的功劳 不亦无喜不亦己悲 距庙堂之高而忧其名 除江湖志愿而忧其君 事进亦忧退亦忧 然则何时而乐焉 其毕约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苏州有句俗话 戒阴战其实就是向上方山的五通神借债 五通神在不同时期和地区有不同的说法 在宋代五通神是重要的财神 但亦被视为独角山峭 市民独角五通盖峭类也 而在当时五通神也被认为是人身雪寺 江南民间自古有祭祀五通神的习惯 这种也是官方所不爽的银寺之一 上方山建英寨老庙之前的视频专门讲到过 有兴趣的可以去老庙的主页观看 建筑大师贝玉明是苏州人 华人中最知名的现代建筑大师贝玉明 可是苏州贝氏家族的后裔哦 苏州贝氏家族也是民国时期 中国最知名的家族之一 苏州狮子林他们家的上海滩 贝氏家族更有着小一千块的地皮和楼房 想知道更多贝氏家族的故事 可以到老庙的主页看专门的讲解 苏州最老的桥是乌雀桥吗 又到了一周一次老庙的苏州地名科普时间了 乌雀桥是苏州历史上最老的一座石拱桥 在原来苏州吾国子城的正门前 因为吾王夫差建的乌雀馆而得名 距今有两千多年 唐贝白居易就有诗 乌雀桥红戴西洋 乌雀桥高秋叶凉 但如今苏州势力的乌雀桥是清末名初重建的 你知道吗 木独可能跟苏州的起源息息相关 木独在苏州历史上一直有着浓墨纵彩的一笔 无论是天平山林岩山留下的文化气息 还是2010年考古发现的木独春秋城遗址 而且老庙在之前做苏州风水视频的时候 提到过木独城可能是吾国短暂时间的都城 老庙大胆猜想一下 木独城可能是于稷和吾王聊的都城 这猜想还要先说吾国的继位传统 在春秋时期吾国有着兄中弟级选贤继位的传统 和驴的祖父吾王受梦想传为给第四死继扎 但继扎此让最后长子朱凡继位 朱凡死后传为兄弟于稷 他们希望最后还是让位给记扎 但出乎意料的是 于稷之子吾王聊继承了王位 之后才有了公子光 也就是后来的吾王和吕 通过专注刺杀吾王聊获得王位的故事 又聘请吾子虚建造苏州城的故事 而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 这个猜想很合理 吾国的政治版图 从南京江陵的湖畜 不断的向百越之地扩张 建立战略大后方 从而开始夫差时期的中原争霸 当然老庙不是专业考古人员 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爱好者 如果有专业研究这方面的朋友 也可以跟老庙探讨 让老庙多学习学习 你知道吗 苏州是中国唯一 哪里自习农在中原亿下育市 多不就在学习 在这篇旅程中 感谢观看 千墙附会真的让人难以幸福 几千年的历史典籍就在那里 我们应该尊重历史 如此断章取就认定2500年前的和驴成一纸真的合适吗 作为城市自上而下的伪学术宣传 作为考古专家 这台占的就不怕晚节不保吗 2010年苏州在目睹发现了春秋古成一季 该考古发现的意义很深远 我们都期待早日的考古成果 这将会让苏州的历史更加完整 你知道吗 勾建后人居然就是苏州故事 苏州自古以来都会有以家族形成的门阀 像三国上 作为中单纪不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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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